D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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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乔琳 今天的影片要來開箱衣服 要來開這些我在日本網站上買的衣服 然後這幾件我買的時候剛好都有折扣 所以通通都是百元價 然後我是用肋桃買回來的 影片最後會跟你們分享樂陶的網站要怎麼買 那有興趣就要貼個看吧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這件外套 它是一件很軟版的外套 然後前面這邊做這種扣環 這樣拉出來的這種 然後袖子的地方做這樣 砰砰的 我覺得這件很不錯的是它的袖長勾長 因為我不是屬於特別小隻的女生 所以大部分買外套就是 正常尺碼的話 通常袖子不會那麼長 但我覺得這樣子很可愛 所以我買外套偏向喜歡這種 就是可以蓋著手 手掌的 然後裡面就是這樣 就是那一件 就是 毛巾褲 那種採索 背後就是到這邊 再來高腰褲上面一點 今年不管日系還是韓系都買流行這種短板外套 穿一個布拉塔 然後穿起來 就不會蓋住我的 裡面的穿搭 然後也可以遮售臉 這件我買的時候是 換算成台幣大概是602 是我這次買最貴的一件 然後它的花紋是這樣有點 這算花灰嗎 這件應該很多人知道吧 這是卡斯坦內很紅的 頭膚上衣 它的紋路是這樣 鬆餅格 然後是一個嫩嫩的粉色 然後這邊袖子有比較 一段比較長的針織 然後整件的質量 其實都有點 算是針織 不是紗的材質 穿起來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邊是這樣 飛鎖鏽的感覺 長度大概是到這裡 穿到要哭 對 好 就是其實我覺得算是一個 有點小尷尬的長度 因為這個長度其實 紮進去不好紮 它會一直 有點快跑出來 要短板也 不夠短 因為如果再短半年就可以這樣子 不用紮起來 寬寬的這樣 整件都算是有彈性的啦 但我覺得有個小缺點 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皮膚比較敏感的這樣 我那天演唱會穿了一整天 那我也覺得這邊很癢 其他地方還好 但是就是臉子這邊 我也覺得這邊很 鎖骨這邊很癢 而且其實這件可以搭配的 穿法不是很多 就比較不能重複穿的 它應該就是單穿裡面穿 或者是外面搭配型裙甲 下一個 也是我演唱會有帶的 就是這個 手環 這手環 它是這樣子 就是它有 手腳 不是手腳 彈性繩 那手臂算 就是手 手腕 手腕算蠻細的 所以應該大部分人都可以戴 這個手環我也是觀望蠻久的 就是我之前看那個 日本代購很多人會戴這個 它是愛心 但是它因為是這種金屬材質 所以就是比較酷酷的 酷甜酷風 甜酷風 我最近就喜歡這種甜酷風 不要太甜 或是太氣質太lady的 這個 穿到我覺得都可以 質感來說算是還不錯 應該就是 普通的合金啦 三種愛心循環 然後表面會有點這種 紋路感 我覺得蠻好看的 整體來說我是很喜歡 而且又很輕 而且其實蠻閃的 但在手上的話 其實會有點 キラキラ的感覺 好接下來 都是我還沒有看過的 跟你們一起猜 這件是一個綠色 看得出來嗎 還是有 金蔥感的 就是 那樣的 好像都可以搭在衣服裡面 目前摸起來 感覺應該不會刺 摸起來就比這件柔軟 大家會不會都被我滅火這件 它是透視度蠻高的 一件頭服上 然後 微微高領 然後袖子也是有這樣子的 抹邊 微 朗朗的這樣 那我蠻喜歡這樣浪漫的 就有點 隨性的 這個長度我覺得還不錯 鋸起來的花生到這裡 鋸起來的花生 鋸起來的花生 然後那個亮亮的真的很好看耶 這個綠 我覺得這個綠很好看 它是低飽和的綠 但是又不會讓你這個氣色比較差 這件才3807耶 超便宜 就是正常的長度 如果要摘進去 不會一直跑出來 我覺得它這樣寬寬鬆鬆鬆的我很喜歡 就有些頭褲上衣會太講太緊繃 就覺得肉都繃住了 太害羞了 我手也不是很細 我現在看官網 現在沒有打折 但它沒有打折 原價也猜 1890日圓 超便宜 我剛剛講的還不知道 4818 原價4818 也很可以 先拿開 襯衫 就是我喜歡這種大領子 摩打摩 發現我很穿這種大領子的衣服 真的是穿不膩 水手領的感覺 然後長度算是滿長的 就是 那可以蓋屁股吧 穿起來就這樣 然後裡面有配這個 剛剛那個那一大 翻開了吧 那我發現這件真的超長的 我剛剛看我是買M號耶 結果就很長 可以不看 那它到我大腿 好這樣這樣 那我快到膝蓋了 完全可以當 襯衫 襯衫 完全可以當襯衫洋裝穿 這件也可以當個 照傘就是全材的話 可以當洋裝 長板襯衫 跟照傘 三種穿法 我覺得 可以 這件材質 感覺不會容易走耶 感覺 我還不知道 那我喜歡這個就是這樣子 有點長 很多襯衫應該都是這樣 差不多都這樣 我覺得這樣有種可愛感 就會配我的新髮色 不錯 我快來開下一件 我快來不及煮飯了 最近日本很流行這種條紋上衣 就是一定要 上面留一段 然後下面開始調 不是整件條紋喔 就是現在流行是這樣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很流行 這種條紋上衣 但是 看好多日文穿就真的被燒到 欸我發現 這邊有些建議身高耶 欸 我已經買到L號了 可是他建議身高 是 到162耶 啊我差一公分 應該可以吧 這款有四個顏色 有黑跟白 然後還有綠色 然後我喜歡的這個紅色 結果紅色就是一個定番款 主角都穿紅色 大家在見什麼 最近就是 袖子很可愛 是這樣 很寬的 長度就是這樣 比剛剛那個襯衫短一點 很寬寬的 它不是圓領 是這樣平的 隔壁發出 不知道什麼聲音 跟你們說我錄影前 他還在洗地板 我真的有過幾張 我怕我的髮肉 厚度就是這樣看出來 但質料不算是很軟的那種 算是有一點點挺度的 應該穿得出來吧 如果穿我的衣服 會看起來很厚 虎背熊腰 這件還好 所以這件版型不錯 好 短袖的針直上衣 然後這三個袖套 最近超流行的袖套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套超級瓶 這套才 這套的1491日圓 1491日圓 1491日圓 很多 很多牌子 袖套就賣 兩三千日圓了吧 就是這樣 微高嶺 一個小高嶺 好 這邊蓬蓬秀 我覺得 穿起來就發現 你小缺點了 我覺得脖子有點緊 上衣就算蠻貼身 這邊也是很貼身 但這邊不會緊 秀這邊不會緊 但是我覺得有點 看起來有 有狀嗎 會不會顯狀嗎 我覺得好像有 它的鏡子 有顯寬一點 所以可能肩膀寬的 可能要斟酌一下 然後可以就是 像這樣拉到嘴上面 就可以變成一個 感覺這邊有個 破損感的長袖上面 然後會這樣拉這樣子 就這樣 其實之前剛流行這種 穿大的時候 還跟我妹妹說 為什麼要穿短袖 要戴袖套啊 那到底是什麼季節 會穿這個 就我自己還是買的 紫色我覺得也蠻可愛 其實我那時候 魷魚紫色 好像魷魚白色 就是白色袖套 要搭配 最後一個是我這次 唯一的下半身 因為其實我真的 不是很敢在 網購買下半身啦 因為我比較偏離型身材 紫量抹起來不錯 花花的 這件褲子有超多顏色 然後價錢也很便宜 然後最近 日本真的很有點色褲 可是跟以前小時候流行 也比較不一樣 以前小時候流行是那種 很緊的 那時候我也有穿 像那個流行那種 直筒黃褲 我換台呢 我覺得 版型來說還不錯 就它其實質量蠻薄的 所以 其實也不太很修飾什麼 但是這個線條 算是蠻順的 不會這樣修髮 腰的地方 蠻縮的 而且也蠻高的 就是這個 褲長還蠻小的 然後這樣縮起來 其實看起來蠻瘦的 然後長度我覺得很剛好 剛好蓋到腳背 然後不會脫底 其實要是薄的就是 中間穿應該會冷 但是這個蠻寬的 你們要穿褲子還是可以 放下來就覺得腿很直 喜歡 像那種桃粉色 我覺得配 像那種藍色 深藍淺藍 牛仔藍都可以 比較 中色也可以 我覺得比較不好搭 藍的綠色 這色系搭配 這搭配就比較休閒一點 灰色的 外頭搭起來這樣 這樣子就是另一種風格 反正如果你想要那種 嘗試那種色褲 我覺得這件還可以耶 價錢OK 版型也OK 不錯耶 我今天開箱的這邊好像都還不錯喔 其實還有最後一樣東西 這個 這個是阿賢買的吊帶 你們剛剛有看之前的影片嗎 他現在就是 紳士賢 然後最近就很喜歡吊帶 他還沒有穿過 然後他現在在學校 等他回來 我再叫他穿給你們看 好我們阿賢從學校回來了 對剛回來喔 這不是嗎就吃飽了 不用 我就要換了一套衣服 我們來試穿這個吊帶 試試了嗎 你過來 試試試了 欸他蠻好調整的 這一點不錯 這一點不錯 對 不過 該不會長度有問題吧 我覺得他就變得越來越緊 我覺得你拉了塊 是嗎 你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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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擠掉好了 好不舒服喔 很快 因為後面 後面這個 越來越高 不要炸 這算什麼材質我也講不出來 呃 抱歉抱歉抱歉 抱歉 那是黑底 前四下紋 夾子就是這樣 可是夾子沒有一個墊子 就還蠻普通的夾子 呃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我已經說了 我會喊著 好用起來就是這樣 背面 它這邊是黑色的皮膚 這是假的吧 我看看 一摸就是假的 哈哈哈 孩開 suis Miranda 在 н2 哈哈 超級多顏色 對啊 那時候選的時候 你怎麼會選這個顏色 我想要一點淺色的 它那個線是淺色的啊 接下來就帶著你們來看 怎麼在樂陶買東西 搜尋樂陶打開就會是現在的畫面 然後這邊有寫 日本空運12月180元一公斤 不過其實它好像每個月都這樣 12月天天免費 這個好像也一直都是這樣 好接下來就登入 這邊有個請登入跟免費註冊 當晚就來這個畫面 這邊會有個好友註冊裡 輸入推薦碼 朋友的推薦碼的話呢 你跟朋友都可以得到 100元的回饋金 或是7的商品卡 如果大家沒有朋友的話 也可以輸入我的 點進來這邊 就在這邊 複製貼在這裡 直接 Ctrl V 然後就跳出這個畫面 點開來 電腦辦的好處就是 它會直接把你跳成這樣 兩個視窗 2499 這樣 Ctrl V Ctrl V Ctrl C Ctrl V 對 貼過來 就這樣 購物車 確定 然後就會在購物車這邊就有了 這邊會寫他們的匯率換算 然後按立即購買 這邊會寫這個到手的流程 這邊會有一些問題 如果發生了這些情況 你要怎麼辦 我通常都是寫 訂單退回再考慮 付款方式有三種 我是覺得這個 第一個方式是最方便的 你就可以先進來這個頁面 然後看到你這一單要買的價錢台幣是多少錢 這邊都會寫匯率 然後就按我要匯款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 你要匯款的帳號 中信或是玉山 或是超商代碼 繳費都可以 會進這個帳號之後 沒過幾分鐘 這邊就會有錢了 有錢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這邊 繼續購買 在這邊按結帳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這次買的 我是8點44分下單的 然後到10點03 他們就已經訂購完成了 過了3天出貨 隔天就收到貨 那因為這兩天是6日 所以沒有出口 隔天出口之後 隔一天就到了 我記得比這個預訂8點 抵台 更快就到 然後就到第二次付款 商品抵台之後就會問你 要怎麼 怎麼取貨 取貨有三個方式 一個是7分電到點 一個是黑貓 一個是 自己去他們的辦公室取貨 然後選自取的話 你就可以 當天直接給他們錢 也可以用匯的都可以 我們也要去取貨 今天要拆這種剛纏卻的 好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那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對 剛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就這樣 掰掰 你等一下給大家動嗎 好 我可以追註你啦 大家可以從你的找到我的看 好 大家可以找找看 掰掰 大人的畫面 你看起來好黑喔 為什麼 可能因為還沒洗澡 很脆 真的有聲音嗎 我也摘住嘴 你去我一直擠他在後面 看大家看你的胸肌嗎 沒有 我都長出來了 也沒有 負責